我做佛事 所具佛刹 光不严禁 光阴如尽 彻照射方 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 祝佛世界 众生读者 生稀有心 若不而知不去证据 我们看念老的主题 有命 第四十二 彻照射方 广播 宽阔无边 严禁 庄严清净 光阴 光明 晶阴 光 是自己本身 方光 这叫光 明 是光其作用 能照尽界 这叫明 光明两个字 把体用都说出来了 这是世界 这是世界 这世界放光 那在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的太阳放光 太阳是个火球 太阳是个火球 它的光是燃烧 那 科学家告诉我们 核子的燃烧 就像 核子弹爆炸一样 那 威力之大 我们无法想象 星球距离这么远 光照在地球上 还有很高的温度 那么像太阳 这样的星球 不要说 变法界 虚空界了 单单说 世尊的娑婆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这样的火球 就不及其数 天文学家告诉我们 晚上 我们睁开眼睛 看到天上的星星 全都是太阳 为什么 本身不放光的 我们见不到它 看不到 只有靠本身放光 我们才能见到 那本身不放光 我们能看到的 这个星球 就是 太阳系里面的行星 古老的时候 人们都能够知道 有 金木水火土 地球 月亮 这些都是不放光的 是受太阳的反射光 那么反射光 这几颗星 古人的观察 也不可思议 古人没有一气 也很聪明 为什么呢 看它这几颗星呢 在天空当中 位置不定 它有周期性 所以推测出来 这些星星移动 那它放光的呢 这些星星 它不动 所以叫做恒星 看不到它移动的迹象 其实它移动 它距离我们太远了 移动的速度虽然很大 我们看不到 在我们一生有生之年 人生活一百岁吧 一百岁 它们移动的距离很小很小 我们不容易发球 现代天文学进步 有很多仪器 侦测到的 知道这些异性星球 它们的自转 它们的公转 能够看到一些 还依然还是少数 这样跟极乐世界做个比较呢 极乐世界太殊胜了 这个地方能不去吗 不能不去 无量寿经念一遍 往生的愿望就加一分 对极乐世界 对阿弥陀佛的信心 也增长一分 我们这些天 就没有白过 希望这个信心 于日俱进 天天要进步 愿行一天比一天坚固 决定求生进度 读这个经 学习这个经 就是想念老家了 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了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依靠 唯一靠得住的亲人 比父母还要亲 那我们跟弥陀的关系 死神关系 我们称他为本师 所以今天天要念 教天天要学 一天不学 一天就疏远了 疏远就很容易被外面环境干扰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原因在哪里 就在这里 心愿 这个心不定 时时被外面六成境界干扰 干扰你就不能前进 不能前进 就是退转 所以我们每天进的少 退的多 这就是 不能往生的原因 真往生 我们这个生命放下了 身体别顾它了 一心成念 完全求佛菩萨加持 毛病自然就好了 这个例子很多 我们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在我们这个年代 最近 这几年 一心念佛 什么毛病都念 都念好了 不是没有啊 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效 我们自己 条件不具足 那就是 还是受外面境界 困扰 它干扰 然后我们对我们真理接受 那舍不得这个身体 舍不得居住的环境 舍不得眼前种种事业 问题出在这个上面了 没放下了 真正放下 效果 不可思议 别人能达到 我们也会达到 一定要有坚定的信息 阿尼 阿尼 特 阿尼 特 4 4